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要安裝分享的是2016年的Toyota RAV4 安裝的是KT Racing道路版的避震器 因為最近的RAV4車友還蠻捧場的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安裝的RAV4的道路版避震器 前面已經裝好 因為RAV4的前面啊 DNC上座也都不用拆任何的東西 就直接在這邊就能夠拆掉上座 調整的話是在這裡 所以拆裝的時間的話還算非常快 夜大小早安 這個是前面的 前面的話呢 離載算的固定座 離載算都沿用原廠的 還有油管固定座跟ABS感應線 全部都是仿照原廠的位置 連ABS固定腳架的感應扣具 也都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因為最近的RAV4還蠻受到車友歡迎 所以今天有安裝到RAV4的話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高低可調的部分 統身可調 所以統身把這個托盤鬆開 整體的長度調長之後就會變高 調短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是統身可調的部分 那RAV4的話我們也可以呢 把行程把它做長 因為RAV4的原廠便宜算是很舒適啦 所以我們的版本呢 也不會一次做得太硬啦 那這一個版本的話呢 前後彈簧的配置都是6公斤 彈簧前面是拉到220長6公斤 後面的話是專用的彈簧6公斤 然後KT的阻尼可調的部分是30段 從這個旋鈕呢 順時鐘調整 它就會變硬 逆時針呢 就變軟 所以阻尼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車主它的車子也裝了SAMIT 那個阿如老闆家的拉桿 還有它原來也有改裝了前後的防晴桿 前後的防晴桿都有加出了 它輪胎的部分也有加大 這不是不是正常原廠設計的規格 這是19吋的樣子 235519 235519 235519 加加有直徑有加大 應該整體直徑加了大概8 8點多迷你了 可是前面前面好已經裝好了 那前面的便宜塞下來 這台是開了大概一萬六千公里左右 我們最新的紀錄應該是大概好像600公里 400公里 因為原廠真的算是比較晃 然後原廠很舒適 所以有點晃 所以改裝便宜的需求真的還蠻多的 這是前面的便宜器 後面的話還沒有裝好 後面的話呢 只有裝一邊裝好而已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主女友還有KT用料的部分 像這個Raw4呢 前面這裡有一顆軸層 手指頭的這個地方 這個軸層是日本的Coreo軸層 相當耐用 硬度也非常低 那裡面呢 便宜器裡面這個油封的部分呢 用的是日本的NOK油封 然後裡面 筒心裡面的主尼友 是義大利進口的IP主尼友 IP主尼友其實業界很蠻多 業內都在使用啦 它的油品的話 穩定度還是算是很高 那主尼友的部分是 義大利呢 直接運裝貨櫃來採的 並不是受選在台灣混裝的 所以油品的穩定度 它品質都非常的OK 這個前面裝好了 所以我把水瓶把它拆掉 這個等一下這台呢 大概設定大概四指幅左右 原廠應該大概七指幅左右 啊左後好像已經裝好了 大概來看一下 左後 這個Raw4的後桶芯 因為上下呢 的鐵套規格都是一致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正叉做導樁 為什麼要做導樁呢 其實正裝導樁都可以 為了要做導樁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手指頭的這個地方呢 這裡有一個阻尼調整啊 會比較方便車主調整 那如果做防水比較好的做正叉呢 它的阻尼調整就會藏在這個地方 所以導樁跟正裝都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在防塵套這裡呢 有做了一個束線帶齁 做正叉導樁呢 也不會因為正叉導樁就 就防塵或者是防水效果不好 都很OK 都可以 那導樁今天導樁的原因是 讓車主呢 在這個地方 會方便調整一些些 那後面的話 這是後面專用的調整機構 然後這個是6公斤的彈簧 這個都是專用 RAV4後面 都是專用的規格 那RAV4其實後面齁 如果呢 車友要降得很低的話齁 這一個是原廠的仰角 原廠的仰角 沒有辦法做CAMBER的調整 如果呢 有要降很低的話呢 因為後面是多連桿的結構 所以它的後面 萬一降很低的時候 的CAMBER角度 會變得比較 幅度比較多 比較怕 那就需要呢 建議改仰角調整器呢 把CAMBER的角度幹嘛 做生一點 比較不容易刺牌 這是後面的部分 這個 國內應該也有 好幾間廠商都有做了 這是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如果油要降很低的話呢 就會建議改仰角調整器 後面這裡有HID的感應調價 這個後面的話呢 主尼調整就在下方而已 還蠻方便齁 稍微趴下去的話 就能夠做調整 這個是後面 後面的BNC的設計部分 車高的部分調整的話呢 大概也大概 比原廠降低 大概四指 四到五指幅左右 如果要再降更低的話呢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這是後面 BNC原廠拆下來 上橡皮的話 就我們有附 所以上橡皮的話 就可以直接拆下來 其實現在這樣的懸吊系統 出現在很多的休旅車上面 那為什麼要做這麼短的桶身 跟行程的原因 是因為啊 我們把車室裡面的空間 就能加大了 你看正常來說呢 它的BNC可能會在這裡 做一個上座 把這樣的設計呢 藏在底下的話 車室裡面的空間就會加大了 所以還蠻多休旅車 都是做這樣的設計結構 這個是後面的 原廠還沒拆下來 這個是 右後還沒有裝好 啊 這個也是魚眼機構 這個調整器的話 這個那個 仰角部分的話 這個也是魚眼機構 就是 今天安裝的是 2016年的 Ruffle 現在只有差 右後還沒有裝好 這一台其實 我們在台灣的路上 哇 遇到的機率很多 因為Ruffle的妥善率 真的還蠻棒的 但是懸吊上的缺點 就是做的有點真的是 太過於舒適的 這一代呢 其實比前一代還要好一些的 前一代的話更軟 他底盤的話 其實大同小異 但前一代的話 更軟 萬一 高速光路呢 有遇到突發狀況的時候呢 其實我個人 個人覺得有一點小小危險 改的避震器 或者是輪胎升級好一些之後呢 萬一有遇到特殊的狀況 要即使做閃避 也比較安全一些 這邊比較亮 來看一下他原廠的固定位置 這些全部呢 都符合安全規定 都是要仿造原廠固定位置 好 OK 那今天等一下還要再轉播到那個 Ruffle的Club裡面 所以今天的Ruffle的安裝分享 直播分享 大概就到這裡 如果對產品有任何的興趣呢 歡迎跟KT Racing的小編聯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